我们继续蓬租百计 说到饼 每逢这个饼的年月日时 甘之丽的这一天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饼不修灶必简在阳 因为这一天火的能量很强 太阳很旺 这个灶 你再搞东搞西 你就不好 反正就是物极必反 记住了 这个丙火呢代表 赫赫昭阳 秉燃英智 然后这个丁 丁不剃头 就头生疮 丁代表 草木成长 年状 这个时候 也代表蜡烛之火 它是小火 因为这个火跟头有什么关系 人身上有三把火 最上面的丁 主心脏 主君主之官 可以这样去议会 因为重要的事情 它这里面会总结 还有很多细节 还有很多细节 跟心脏有关的事 也不要搞 这个不仅是头代表钱 这个里面没有把我挂 这是天干地支 假你说代表头 但是这个丁 有的东西 不是那么好阐释 但是 也要注意 总归这个道理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是千古之谜 真的是没有人敢这样解 没有人能揭穿 我们慢慢研究再说吧 期盼有那一天 我们说到这个年月日时 也可以看自己的生辰 你那几个日主 跟你有关的 哪怕不是日主 旁边的那一个 比如说雾成年 这个雾 周围的环境能量长 也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 就有这个磁场能量 威力 波 就这些组成的 所以 你就要注意这些事 这什么呢 雾 你看雾土 它有大的 地 土嘛 房地产 主不受田 必主栽养 就不能 接触 好的 哪怕人家给你 你也不要接受 白给的不要 一定有个问题 这块田就不吉祥 这个雾土 是城墙之土 是枝叶繁茂 繁荣 交错 那这个沙石 鸟兽啊 就在 它成长的过程当中 这个代表 已经是中年了 那吉呢 田园之土 形象可计 万物已成 是在这个状态 我们看这个背景啊 这些都是配合的 这一套是我自己做的也是 有机会你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网点啊 能搜到就搜积木拼图或者魔方看有没有 没有就是去其他平台 那就是 什么宝啊 什么多呀 那这里面应该是有 就搜 这个这个 科学易经 这个网点或者是 中华道统文化传承 对这个 如果还找不到 你可以私信我 有需要的话 可以加入这个 反正就 单独说吧 这个吉不破卷 二笔病亡 这个跟卷有什么关系 你看这个代表 实际 这个这个 房地产这个就代表 卷 也代表财 这是一方面 而有一个呢 你看甲几合 这个 吉 那甲 让你不开仓 吉就让你 这个 券 订合同 协议 这些都不要 两个双方 这个时候弄 都不好 可不可以 优优独播 我们 这种